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收看今天的先佛在我家 我是洪玉江 禅记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 混缘禅师 行道至今已经四十年的岁月 在这一段日子当中 师父以易经 风水 还有宗教 三者融合唯一的智慧 跟许许多多的社会大众结缘 同时帮助很多人 在不管生活上 种种的这些困难的这些面向 能够脱离出来 并且告诉我们 有很多生活化的这些 易经 风水的运用 让我们运用在生活里面 自己就可以帮自己 来掌握方向 同时渐渐地提升 走向一个正向的一个道路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的是邀请到了 明道大学 妈祖文化学院的 林淑慧 林老师 一起来分享 她的个人宗教信仰经验 还有参与维新圣教的 种种活动的这些 重要的这些经验的分享 一起来欢迎林老师 各位认志鸡 前面先驳在我家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老师好 我是林淑慧 是 我们要见面 是哦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 老师在办活动当中 其实都是要让这个活动 更加的美 然后充满了这些美感 跟美学的这样子的氛围 其实这真的需要用一点智慧 对不对 那老师您参与了我们中门的这个活动 太多太多了 对 因为打从在2014 那一年开始的服务 国际性的宗教论坛 对 国际性的宗教论坛 还有基督大典 那一次的论坛 有很多的国际友人 是的 对 朋友都过来 包含日韩香港点点点 超过20多个国家 对 是对 然后来了之后就是 我们也是一样 是产学合作的服务的模式 所以也带着学生走进 走进另一个不同的领域 那当学生在这个服务的现场里面 也听到了许多相关于风水 一经风水的专业的 这个学术论文的发表 那在那一块里面 不一定会听得很清楚 也听不懂到底在讲什么 可是这就是一个种子 它可以轻轻去说 原来有疫情风水这件事情 是可以有那么广泛的 学术性的研究讨论 甚至于是著作成为 书籍的一个流传 那在服务的过程里面 讲求的是也很要 必须要做精准礼貌 还有点点点很多的服务的品项 从迎宾接待报到引导到代位 等等之类有很多的项目 那在所有的一个活动当中 我觉得服务的品质 服务的品质 就是相当的被师傅所重视 那其实我也很感念师傅 他在为一般大众 在做不同事项的服务 只是师傅在给大众的 一个服务里面 是以很深奥的疫情风水 在帮大家趋吉避凶 在这个解惑的部分 那至于是我们的话 就是参与的所有的中门里面的 不管是季族大典 或者是亚太论坛 那我记得亚太论坛的那一次 应该是吕秀莲前副总统 那办的有 那一次参加的国家 应该有28个国家 很盛大 那在举行这样子 与各国不同的宗教的 专业领域的人士 在一个共同的 一个亚太论坛里面 我们的中门师兄 师姐他们 也非常的认真 在这个服务的领域的这一块 相当的投入 从语言的学习 很认真 很认真 就用心 对 到亚太的演练 到引导带位的这一部分 大家都非常的投入 那看到每一个人的脸上 也都是笑眯眯的 虽然已经都起早摸黑的 也练习了很久一段时间 甚至于在 在从必须要有 用英文英语发音的服务的部分 也都是看着大家拿着小钞 一直念 尤其是在做导览介绍的时候 更是的 那至于学校里面的学生 也透过与中门师兄 师姐们的互动 当起了这个迎宾的小秘书 所以在那几天 接待了国际的这一些的朋友 教学者 对 随车的人员 服务我们的贵宾 甚至于到贵宾要离开的时候 还给小朋友们一个红包 然后 真的 好温馨 好温馨 对 然后要离开的时候 还舍不得 还掉眼泪地跟同学们讲说 你们服务得真好 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 还能够接受到你们的接待 然后很依依不舍 我想这个在国际间来讲 就是一个国民外交 是的 成功的外交 是 而师父在带领的中门的法师 师兄师姐们呢 在服务国际友人的这一块 也是一样 让每一位来参与的所有的贵宾 都能够是宾至如归 而且是收获满满的 受到这个 不管是人家说是 这个心里也满 脑袋也满 都充满了很多的专业的 这个知识的部分 然后带着满满的喜悦 回到他自己的国家 然后将台湾 将台湾有这么一个特殊的 专业领域的大师 然后将他的风水学 透过这个研究 著书 演讲的部分 分享给所有的国际友人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国民外交 是 那我想比较好奇的部分就是说 老师在很多的这些活动里面 都是在这个关键 美感的营造 美学的这些营造 跟在人身上的一个塑造 其实都跟美 有一个很紧密的这个关系 那么跟很多很多的宗教的活动 都结合在一起 在这个部分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我想在我们个人的一个领域里面 美都是大家都爱 没有人不爱美 每个人都爱美 大家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代言 那我常常会跟很多的孩子们在学习 或者是我们的学员里面 会提到说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因为个人的先天的条件 可能没有办法成为某某大品牌 某某谁的代言或者是model 但是这一辈子都要当自己的model 这辈子都要当自己的代言 相对到一个企业团体里面 它也是一样 所以形象美学是有价值的 那各个单位团体也是一样 所以形象美不单只是在指个人 其实企业团体单位都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礼貌的 象征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们在以礼 我们的东方人是以礼为利邦之本 所以礼多人不乖 那这是游礼走遍天下 所以我们以礼来强化我们的美学 而学了之后 还必须下去实际的应用 所以我常常在强调说 这个学习之后回到家里要练习 更重要的是要实习 所谓的实习就是你必须将自己的 所学用到该用的场合里面去 你在哪里学的就要用到哪里去 所以当你不断的练习实习 再来做一个学习 这样子三习的一个循环的运用 可以强化自己 人家说熟能生巧 所以在带着学生 透过课程的学习之后 也带着他们到校外 到校外来做实际的参与的服务 孩子们会觉得 哇 原来说 听 做是三回事 它是不同的事情 那因为老师的要求也会比较严格 所以基本上我们服务的品质 都是还受到很大的一个肯定 演师出高品质 孩子们聪明 孩子愿意学 学生愿意学 那我们是做一个提点的 提点的经验传承 关键的一个提升 对 也是需要 因为毕竟在经验上是 还蛮重要的一个 价值性的一个所在 所以在参与中门里面 有很多的服务礼宾的接待里面 可以有出了技术大典 亚太论坛 学术论坛 还有落成典礼 是 王长老祖今生 对 25米高的老祖今生 对 在那一次呢 就是我们直接参与训练 中门的大专青年班的同学 由他们来担任 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 门面的一个整个的仪式的 进行的接待人员 跟祭典的礼宾人员的部分 我自己很开心的 也很欢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可以不断地在各个的 不同的宗教领域里面 去做这一块的服务 我在想 我常常会讲 能够服务是我们的福气 我一直都在强调这一句话 所以在很多 不管是在志工团体 义工团体 乃至于企业团体 或者是工部门的团体 我都会先跟我们所有的学员提到 可以出来服务 真的是我们的福气 而且要感谢主办单位 让我们有机会参与 想想如果这个时候 你是躺在家里生病了 起不来了 无奈 真的 对 哪里还有机会出来服务呢 是 所以我在除了学校的 妈祖文化学院 还有在其他道场的服务的部分 都是在礼宾接待这一块 那我在想 每一个人透过这样子的服务的过程 能够提升自己的能量 也能够视服务别人为一种乐趣 也因此结了很多的善缘 尤其是在年前的时候 在益京大学跟我的老同事 我们陈丁岳 陈校长 跟李甄美 副校长 到那边去拜访的时候 喝杯咖啡 就聊起来了 他想要来做一场短期的 很短的这个讲座类的课程 我说这还非常棒啊 我们真的是这一部分的沙漠 如果说能够让 透过大学里面 我们维新 维新生教学院 将易经风水的这个专业的知识 透过很深入浅出的讲座 就是单堂的一个讲座 让许多的企业界的老板 能够去了解 如何很简单的 可以将自己的家里办公室 做一个调整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好事 所以在那一次的聊天当中 有了这一次的初期的一个规划 后续当然是 陈校长跟郑美老师 还有所长 他们就非常的积极的 要来推动 这一次的讲座的课程 当然如期的在 在三月的时候就开 就开场讲座了 当天视听中心里面也坐满了 我们很多业界的好多好朋友 那有的是曾经听过 有的是初次入门 那不管是曾经听过 或初次入门的 都说原来原生法师 这么深入浅出的 这个风水的讲座 是这么的有趣 这么的吸引人 那都纷纷的向我反映说 有机会能不能也到 他们那里去办个讲座 办个专题的部分 双向的一个交流 是 我想能够被听众所喜爱 肯定有它的价值的地方 所以在那一次完之后 有在积极的跟业界的部分 来做一些的联系 很重要 我自己以我觉得 我真的是不是到那么的了解 很多在听课 听课过程里面 有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不对 真的 要很有趣 有趣才能够引起 想要再继续听下去的动能 如果听起来很枯燥 因为那一天的来宾当中 有的是有在别的地方 有听过 他说怎么跟他以前所想的 所听到的 是那么的不一样 那他是做房地产仲介 做房地产仲介 这个对他也有相关的需求 紧密相关 这个是一定要来听的一个行业 所以他就那一天他自己听完之后 他就说下一次有开课 他要带他的同事 要带他的同事再继续再听 那如果时间上许可 他也很想说 是不是有可以再做课程的一个导入这样子 那当然这就是每一个人的音源 机缘成熟了 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然后师傅这一边 中门这一边有很多的法师 法讲师都对这一块非常的专业 那他们能够提供这一部分的专业知识 这也是服务大众 因为我看到师傅这一边不遗余虑 他的身体也是很辛苦的情况底下 他都还在大力的 要将属于中华传承的 这么宝贵的一块专业 来提供给大家来做这一部分的一个服务 我觉得这个是要很掌声 我们大家要对真的 积极的这个精进 我想请教老师的是说 在这整个认识维新圣教的过程里面 您所聆听到的师傅的这个发育 或者是接触到的这些中门的维新贤士同修 师兄师姐们 以及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活动 您觉得给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然后支持您继续的在我们的身旁 协助我们继续往前推动的这个动力 要是什么 我还是回归 回归很多人根深蒂固的一个思维 就是一斤风水 好难喔 有件事喔 他真的是博大精神 真的是博大精神 可是当中门的法师在师傅的带领之下 把他给深入浅出 将复杂的专业 复杂的专业的知识 深入浅出的应用在生活里面 他就不再是那么的兼设 他就不再是那么的兼设 所以在许多的言谈当中 就我大概是接触最多的 也是陈校长他们 那每一次到了学院 到一斤大学学院里面去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到说 一花一草一木一个建筑物 无非样样都在风水之中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去的时候 我也是不太懂 我问问说 怎么种了那么多的松树 是 我就有问号 我就说为什么那么多的松树 结果那一天刚好就是 师傅在学院里面 出来的时候我就在问 我说怎么种了这么多的松树 就随口一问 其实您看到重点 那是重点 好多的各位师傅说 这样不知道正常 所以光是这么一个 很简单的生活化 很生活化 很简单的词句 它应用在生活里面 随处讲出来的 是可以让人家听得懂 浅显易懂 那因为现在的社会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繁忙 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理解 一个很困难的东西 有当时让人们说 没时间啦 没用啦 这样 所以如何让没时间 没空的人 能够透过这么简单的 专业复杂的知识 就是透过很专专业的人 浅显易出的 深入浅出的 让我们学习到生活当中 可以将易经风水 套入在生活中的应用 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的那个仲介的朋友 还有经营保险的朋友 他也讲了 他说他的保险服务的对象 有很多是企业界的老板 那他听完课之后就在讲说 老师 这样我们也要来办一张 他们的客户 他们的客户 他们的一些 他服务的对象的那些老板 也可以让他们 透过这样子的机会 当然 多一些的认识跟了解 这是一个 另外有一个 更有趣的是做船直销的 也是他说 老师 我那里有空间 我那里有空间 大概可以桌上几十个人 人脉不少这样 那一次的姻缘 真的也是就在 我们学院那一边的 国际视频中心那里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成就善因好缘 那如果说透过这些的朋友 他们愿意也很热心的 想要将这专业的知识 推广出去 其实在服务的 这个过程里面 也是一样拓展 他们自己的服务的对象 是 那我想在这个服务的本质里面 师傅我这么多年来看到 真的是带领的中门里面的法师 不断不断的一直在付出 甚至于是我们自己的办公室 不太对的时候 或者是不知道该如何去摆设 只要有提出需求 都很热心的就过来 是 及时的 有什么样需要协助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很感动 不容易 我想真的在社会当中 百工百业都有它能够发挥它服务性质的这个点 那其实学习一金风水也是人生一个很好的保险 那么当然针对这个保险业的这些人员来讲 它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然后同时又运用一金风水的智慧 来服务它的对象 这是太棒了 因为它能够增加自己服务的这个范围 那我相信它的客户会对它的信任 还有带给客户的安全感 会真的是就加倍了 是的 那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 最近很积极地在推动 维新圣教学院的维新圣教应用一金研究所 那么所长是原生法师 他本人也是就带领了这些公司工厂 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 很多很多的这些案例 真实的实证 我们都累积成一个研究文献的一个资料 那么在这个万家工厂 万家村的这个社会服务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关键重点单元里面 他个人就是全部的投入了 当然在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 也都是以服务社会利益他人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在传承王禅老祖师尊 以及创教宗主 混然才是给我们的这些教导跟传承 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易经的钥匙 然后打开自己的安全的人生 那在今天的生活里面 其实老师分享了好多好多的经验 那也一直ing的在进行当中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百工百业 每一个人在他的领域里面 都是专业人士 所以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来带领来协助来服务 我想这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良善的循环 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 很好的一个协助 可以解惑 可以有刚刚讲的易经的一把钥匙 可以来让自己的不解的地方的门 可以来获得书解 我想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很好的事情 真的非常的棒 是是是 我想这个美感的这个交流呢 就是最好最好的风水循环 今天非常感谢林淑慧林老师 接受我们心佛在我家的采访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先佛在我家 诚心地跟大家一起祈祷 希望台湾平安 世界和谐 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安幸福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周旁 or bits� compression 都未经许下周山 地石被涅上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texto 和前週三 cần视频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